这个表情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 它是出自韩国电影 金馆长对金馆长对金馆长 话说在韩国的一个小镇上 有两家武馆 馆长都姓金 一家是叫跆拳道的卷毛巾 另一家是叫剑术的长毛巾 两位馆长为了抢夺生源 一直名争暗斗 这天 卷毛巾的一个小徒弟 被隔壁学剑术的小朋友给揍哭了 于是卷毛巾带着一群小朋友去踢馆 可死对头长毛巾 非但没有训斥自己的学生 还说做得好 本以为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谁想两人只是象征性的比划完 就一起去房东的饭馆吃面了 这时小镇来了一个新的武术老师 他也心急 不仅人长得帅气 功夫也很了得 接下来就叫他功夫金吧 一套动作飘逸的通辈拳 震惊四座 房东大叔很喜欢他 还把另一个店面租给了他 很快 功夫武馆开门营业 镇上的小朋友本来就不多 这下都被功夫金抢走了 你断我财路 我断你活路 二人结盟 打算联手对付功夫金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下雨天 两人拿起锣磁刀 鹿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把心中的怒火和怨气 全部发泄到功夫金的车轮胎上 功夫金也不白给 马上就猜到是他俩干的 两人眼看事情败露 吓得不轻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卷毛巾的学生和功夫金的徒弟 两波人马剑拔弩张 非要整个高下 卷毛巾为徒弟挺身而出 决定一对一单挑 嘴上叫嚣得挺厉害 趴在地上假装找隐形眼镜 场面一度极其尴尬 另一边 长毛巾为了能留住学生 也想出了对策 这个男人正在路边 跟小朋友打街机游戏 打算用这种方式挽留学生 可现在的小学生游戏操作 实在太溜了 两看这局又要输 长毛巾趁其不备 拽掉了小朋友的板凳 才算搬回一局 这才有了那经典一笑 回去的路上 碰到卷毛巾的儿子 被几个大孩子欺负 路见不平一声后 该出手时就出手 得救的小卷毛 一脸崇拜地望着长毛巾 想要跟他学习剑术 却被长毛巾言辞拒绝了 最后看在压岁钱的份上 才勉为其难地 答应教他几招 还教育小卷毛说 男子汉大丈夫 逢敌就要亮剑 不管打不打得过 气势仗绝对不能输 不能跟你老爸一样怂 小卷毛开心地回到家 听到爸爸正在说梦话 小丽小丽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卷毛巾说的这个小丽 就是房东大叔的女儿 长得那叫一个沉鱼落雁 玉月羞花 三位金馆长都对他垂弦三尺 但新来的这位功夫金 杰足先登了 趁着一起弹钢琴的机会 把小手都给摸了 卷毛巾和长毛巾 看到此行此景 一个黯然身伤 一个气不成声 小丽的爸爸觉得自己的闺女老大不小了 也该成亲了 那选谁当女婿呢 他听说中国古代 老丈人有个办法 那就是比武招亲 正好你们仨都是武林中人 是螺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吧 也是时候展现你们真正的技术了 三位金馆长都开始了魔鬼训练 比武大会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这天 小镇上突然来了一群流氓 卷毛巾和长毛巾在街上 和这群小混混发生了口角 寡不敌众 二人逃回武馆 混混们也追了过来 杨杨要教训他们两人 危机关头 功夫金即时出现 手持双极棍 化身李小龙 几下就把混混们打得四处逃窜 原来这群混混是地陕商找来的 目的是为了赶走当地的房东 拿下地皮 小混混被揍后 找到帮派老大 一帮人卷土重来 到房东的饭馆故意找茬 好在长毛巾和功夫金两人 联手打退了这群坏蛋 得知事情真相的二人 觉得以徐座椅代毙 不如主动出击 于是不要命二人组 来到坏蛋老巢 想要出口恶气 但双拳男帝四手 不一会就被揍得鼻青连肿 眼看就要团灭了 关键时刻 一根筷子刺穿老大的手上 只见房梁上站着一个神秘射手 接着他释放大招 数十根筷子飞出 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神秘射手纵身一跃 摘掉面具原来是卷毛巾 惊得二人是目瞪孤待 光红们反扑来袭 三人合力疯狂输出 很快赢得了战斗胜利 卷毛巾激动地抱了抱全卷毛 又情不自禁地抱着了小丽 这一抱 两人居然走到了一起 婚礼上 功夫金弹奏钢琴 烘托气氛 长毛巾也做起了次仪 主持婚礼 恶邦相争 渔翁得利 卷毛巾抱得美人归 开心得不得了 可惜这一切都只是她的幻想 电影最后 三位金弓掌 冰尸前嫌 成为了好机友 还和小丽坐在一起打扑克 整部片子轻松灰血 笑料百出 随便接个屏都能成为表情包 感谢金弓掌 对网络表情的巨大贡献